还能够留几分钟 让弟兄姊妹们能够转到另外一条线上 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啊 待会儿这一堂聚会结束之后呢 你就直接可以点那个链接 就可以到另外一条线上 我们今天准备第三堂是要跟 就是全照会的弟兄姊妹来交通 破饼的意义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留下来 这一周的诚心圣言 刚刚在波饼聚会的时候 弟兄姊妹在唱这第二首诗歌 讲到那个荣耀的盼望 那我在当一方面我们赞美族 敬拜感谢我们的主 一方面当我在听弟兄姊妹 在赞美在祷告的时候 我里面实在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真是 弟兄姊妹们真是里面有一种渴慕 有一种渴望 主能够快来 那这样的一种渴慕呢 如何才能够 能够实化在我们 可以说在我们 在一个世上的时间 其实这一周的 这一个内容 这陈寅先生的内容是非常的重要 这一周的这个内容告诉我们说 造会 它是一个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它是什么 它是神 一个团体的彰显 与肉体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周的这个题目 也看见它有一个字 刚才弟兄姊妹也提到 一个叫维持 一个叫做见证 如果看英文的话 也发现 它其实把维持跟做见证 是把它摆在前面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维持这个真理 我们要为这个真理做见证 那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真理就是 造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个真理呢 就是神是显现于肉体 但是他不仅仅只是 主耶稣2000年前 他个人的成为一个人而已 他这边特别要强调的 至少在这一篇的信息上面 特别要强调的 乃是造会 也就是你我每一位 这造会在这里团体的 团体的来显现于肉体 团体的来彰显神 为神做见证 所以在这个圣经节里面 主要用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 三章15节跟16节 这边他说 倘若我单言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一节的时候 能不能领会在保罗里面的那一个负担 他说倘若我单言 你也可以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在保罗里面 他是有一个负担 他是有一个托付 他要这个提摩太所在的 这个造会能够成为 这个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能够成为一个活神的彰显 所以他下面就说 大在境前的奥秘 这是众所公认的 就是他显现于肉体 被称于灵里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万邦 被信仰于世人中 被接去荣耀里 那当然 在我们读起来 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很 直接的把它领会成为 这里所指的 他显现于肉体 一直到被接去荣耀里 指的都是主耶稣 被接去荣耀里 指的就是他的升天 但是 只是话里面告诉我们 他这一句 他这一个 以前也就在当时 所常常唱的这一首诗歌 他在这个顺序上面 他告诉我们 被接去荣耀里 他是摆在 这个被传于万邦 被信仰于世人的后面的 那意思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 因为主耶稣 他是被定死 复活 升天 也就是说 被接去荣耀里 以后 然后他就被传于万邦 所以如果 单单指主耶稣的话 那这一个 被接去荣耀里 也许比较适当 可以把它摆在 被传于万邦的前面 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 只是说话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 他这个诗歌 是这样子唱的呢 也就是说 今天在这里 特别是他这一节 是接在前面 15节的后面 他有一个并且 大灾 敬虔的奥秘 那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敬虔 敬虔就是 像神一样 所以在这边 他不仅是指 是主耶稣 自己外 他也是指 这个活神的照会 这个活神的 活神的照会 也就是说 基督与照会 都是这个 大灾尽前的奥秘 那照会将来 也是要被 接去荣耀里 今天不仅主耶稣 被接去荣耀里 他升天 被接去荣耀里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被 接去荣耀里 那主怎么样 才能够再来呢 就在于我们 在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活出 这个敬虔的奥秘 我们能不能 只是 不仅只是 主耶稣 他显于肉体 而是我们这些 是属肉体的 神今天也能够 从我们里面 彰显出来 在这个指示的话 里面说到 神在今天这个时代 神的工作 只在照会里面 这非常奇妙的件事情 当主耶稣自己 他成为人的时候 当然他 他成为肉体 但是那个肉体 是一个没有罪的 所以 他自己是神 这个神 在一个肉体里面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 虽然神被限制 在这个肉体里面 但是 这个 这个肉体 却彰显出神出来 所以不管主耶稣在哪里 不管他做什么事 甚至于他在睡觉 他都是彰显神 因为他这个 在他这个人里面 就是神的自己 那 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没有问题 但是当 主耶稣 复活升天以后 成为赤生命的灵以后 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 照会成立了 照会形成了 照会产生了 他今天成了 赤生命的灵 在你我中间 在我你我里面的时候 神竟然把 这个彰显的 这个托付 托付在你我的身上 我在想 如果我是 我是神的话 这我觉得可能 可能有点危险 可能不太有把握 但是今天这个 就是神的心意 他要你我每一位 都能够 成为这样的一个彰显 都有份于这样的 一个彰显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位 对主的再来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托付的 这边在这一周的 信息里面说到 我们 刚才姊妹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如果照会 要刚强的话 每一个弟兄姊妹 也许这边下面 可以看一下 他说如果 照会要刚强的话 那 对不起 滑得太快了 每一位弟兄姊妹 就必须 学习真理 必须经历真理 而且还要能够 讲说真理 在照会 在日常的照会生活中 实行真理 就能够维持 我们说到是维持 维持真理 在维持真理上 背负一些责任 那 所以 在这一周里面 他很强调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今天不仅 是要 学习 我们还要能够 经历 那这个讲说呢 还不仅仅只是说 好像讲一个道理 而且 当我们在 经历了真理以后 我们的 这一个讲说 就自然而然 它就不是只是一个 所谓的道理 那 那你说好 那也许 刚才弟兄姊妹也提到 学习真理这一部分 可能我们都比较清楚 那我们在本地 也有许多 让弟兄姊妹 能够一同学习真理的机会 我们还是盼望 在实行上面呢 弟兄姊妹们 我们能够 把握这样的机会 自己一个人比较不容易 我们有许多的追求真理的机会 大家能够一起 在这个画的上面 先让主的话 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 那在经历的这一面 在经历的这一面 就需要 特别是需要 弟兄姊妹 要操练我们的灵 因为今天 这个 这个画 这个白紫 这个白紫黑字的话 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话 如何才能够 有刚才 两个师母说到 这个光照 乃是需要 借着我们操练您 当我们操练您的时候 当我们在一个 一个合适的 一个光景的时候 在一个范围里面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让这一个神的话 就能够成为一个真理 那我也愿意讲一点 这一次 我们前一阵 前上周到中西部去 讲一点经历 碰到 碰到 我们去那边 主要是看 看其中一对 弟兄姊妹 在明年阿伯里 服事的 这一对 弟兄姊妹 到他们家去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哇 怎么好像 回到阿伯里一样 我的想象 中西部的房子 应该都很大的 对 所以 但是呢 我一去 我说 哇 这个房子怎么 就好像我们在 阿伯里的房子一样 都这样小小的 然后呢 他就只有一个 卫生间而已 所以 所以 虽然 应该是有三个房间 吧 我想 但是很小 然后就只有一个卫生间 但是为什么 这一对弟兄姊妹 他愿意这样 移民到那边去 然后愿意 住一个这么小的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 靠近校园 靠近校园 那就在那个点上 当我看见那个房子 当我走进去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个 很深的感觉 我相信啊 是这个圣灵在我里面运行 当我看到那幅景象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我说 主啊 谢谢你有这一对弟兄姊妹 愿意 这个 他们年纪也不小啊 可是愿意这样搬家 愿意搬到这个校园旁边 愿意 这一个 住一个这样子 相对小一点的房子 但是 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 真的主就祝福在那地的一个 一个这个校园的一个行动 我想我们在许多的这一个 这一个祷告的负担里面 都可以看到 主的确 当然也借着我们祷告 的确是祝福了 在那一个城市 特别在那个校园的一个行动 所以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一个景象 或是 那当然那时候神的话就在我里面就出来 我就想到说 主耶稣是降生在马草里 他并没有降生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像主耶稣一样 走这样的路的时候 那 这个神就在这一对弟兄姊妹身上就显现出来 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是外面的模仿 说 那人家去住一个小房子 我也去住一个小房子 那这个 圣灵他是不会印证你的 所以 你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彰显 但是如果我们是愿意一个 操练是一个活在灵里面的人 很自然而然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这个生活 我们的 在每天的这个每一个步 每一个步骤 不是我们说 我现在照着圣经我应该要怎么样 而是说 很自然你就会活出一种光景 就是神显现于肉体 那当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 都这样来在一起活的时候 那你就会 你就会看见这个神团体的彰显 那这个时候 这个照会就成为这样一个 神显现于肉体的 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注释跟根基 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 在世人的周围 那当这样子的情形 越来越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说心腹 被预备好的 越来越被预备好的时候 我们刚才唱那诗歌 说我们实在是可慕 盼望这个我王的在灵 那个日子就会越来越近 所以朋友姊妹们 第一个 我们还是需要进到话里面 好好的追求主的话 第二个 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 让圣灵状里面运行 这个话能够成为活的话 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自然而然我们就活出 这样一个时机 所以 求主联名我们 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 都是可慕要主再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操练 好 我们还有两分钟 我对不起时间还是长了一点 是不是